大家好,这里是金牌娱乐,2021年的跨年晚会真的是精彩分成 各家卫视都拿出了最好的节目,尤其是最受关注的湖南卫视和东方卫视 一个有王一博,另一个则是有肖战压轴,绝对是让很多网友相当期待 经过一天的数据统计,最后的结果也是出炉了 在收视率方面,湖南卫视也是既高一筹拿下第一,东方卫视紧随其后拿下第二 湖南台的主星谷要数王一博了 作为天天向上的主持人,他不仅是这次晚会的主持人,还是表演嘉宾 而王一博表演的这几个节目也是晚会收视的最高点 特别是吊威亚的这个桥段,实时收视率冲到了3.6,真的是让人观目相看了 而东方卫视也是把肖战留到了最后做压轴演出 他唱的也字,实时收视率直逼2左右,要不是出场太晚很多朋友都入睡了 说不定破3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网络视频播放量方面,肖战和王一博基本上是打了个平手 最新数据都是破千万,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估计很多网友在当天晚上也是在两个台之间不断切换 直到晚会结束后,还在不停的观看肖战和王一博的演出 毕竟风格不同,肖战的歌有感动到我,颜值就不用说了,百看不厌 王一博的舞蹈力量和节奏感非常棒,绝对是最燃最炸的 而在明星跨年网会热度指数排行榜中肖战以2061万的关注度一记绝尘 领先王一博300万票左右 综合以上几个数据,两人在跨年网会上打了个平手,不分胜负 当然肖战和王一博都是顶级流量,两个人粉丝也有各自的群体 虽然有很多人都把他俩拿出来做比较,非要争个胜负,比个输赢 以此来证明谁才是国内娱乐圈第一流量 但对于肖战和王一博来说,数据虽然很重要,兄弟情更重要 毕竟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两个人也是从新人逐渐成熟 特别是在今年肖战和王一博都有了一些负面新闻的发生 但他们本人不仅得到了磨练,相反很多事情也更看得开了 其实娱乐圈有良性竞争是非常好的,每一位明星和艺人都是非常优秀的 我们无从比较,各花入各宴,肖战和王一博每次进步一点点就好 唱功好了一些,跳舞好了一些,台风更加稳健,笑容更加温暖 这才是最重要的